这边是卖书的,都是旧书 我一看这个我就来精神了 我带了15分钟 基本上大概都看了一下 想买一本,但是都是德文的,看不懂啊 英文的书都是小说,我也不爱看 我喜欢读历史 就没买,然后有一个黑胶唱片不错啊 就是以前那种老唱片,爱迪僧发明的,流声机上用的 五欧元两片,一个是三欧元 真不错啊这个,三块钱,你合人比二十块钱 你可以买一个黑胶唱片 但是它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我没有流声机,买了回去听不了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这个,它这个包不够大 然后呢,它那个,那个镜片非常大 我这个塞不了我的包里 我手拿着这么一个东西吧,就很麻烦 走,去哪都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只能放弃了 有机会再买,因为它那个,我看了一下 倒没有我特别想买的那种胶片 其实我想买一个希特勒的演讲 然后卖书的也没有希特勒的那种二战的书 都是,都是我不太爱读的 这雕像倒是挺多,这是谁呢? 你看这个,它这个带的呀,很像拿破仑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